香港流价于全球排名首屈一指,除了住宅外,车位售价亦屡创新高,近日三个山顶住宅车位各已过千万元天价成交。 除了刷新全港住宅车位成交新高纪录,更了创全球车位成交新高,为何该车位售价可比美豪宅?事实上,本港土地问题失行严重。车位与车辆的比例亦一直递减。 根据运输署最新交通运输资料月报显示,今年3月份领牌私家车总数为57.8万,按年增加2.5%,并创有纪录以来新高。 然而,翻查运输及房屋局过往向立法会提交的数据。 2009年平均每部车,可分配到约1.45个车位,但到2019年,每部车平均只有1.09个车位。当中部分地区的车位短缺问题更为严重。 过往豪宅区车位比例约1.10.5-2。 现时大部分豪宅屋苑比例都有所降低。 在需求增加下,本港车位一直被受用家及投资者追捧。 除供应问题外,近年本港房策亦有助带动车位交投上升。 其中金管局于去年8月放宽非住宅物业按揭贷款的按揭乘数上限。 将按揭乘数上限上调一成。 使车位的可乘造之按揭乘数由最多四成增加至最多五成。 此外,去年11月发表的施政报告中, 亦撤销了非住宅物业的商倍重价印花税。 以刚创成交新高的车位为例, 成交价约1100万元。 撤销商倍印花税前的税率为7.5%。 印花税即1100万元乘号7.5%等于82.5万元, 撤销后税率为3.75%。 印花税即大幅减少一半。 至1100万元乘号3.75%等于41.25万元。 交投数字亦反映了以上政策的成效。 根据土地注册处及美联物业房地产数据及研究中心数据显示。 今年5月份纯车位中数冲破1000宗。 按月上升近两成, 百分之18.4。 并创近三年, 34个月, 新高。 此外, 相比在住宅物业, 购买非住宅物业不需缴付买家印花税及额外印花税。 即没有转售限制, 因此市面上偶有出现摸货成交。 而非住宅物业中, 工商铺入场门栏较高。 车位的入场费相较便宜。 管理上亦更为简单。 加上供求问题, 相信在有关放宽措施推出后, 车位交投更趋活跃, 估计未来车位继续有价有市。